大家好 我是悠悠 现在是早上的六点半 刚才六点钟就起床了 又收拾了一下 鸽子全部能飞的 就是说连小右鸽之前飞的 只要是没有复旦的 复旦的在这里面没让它飞 还有一只就是在那边叫我 给这个麒麟花配对的 这都是整个 然后没让它飞 有这两只 其余的都在这五点上 也不知道是因为太早了 还是咋回事 也都不飞 今天起来还是感觉蛮冷的 有各有知道的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就因为这个加飞 我还每天早起 搞得这个心情都不好 早起就早起呗 它要飞还是蛮开心的 想让它飞 你看一个个都在这里蹲着 都不飞 我都驱赶了两趟了 这个怎么又去踩背 昨天就发现这个情况 这个是刚满月的小右鸽 这两根是最后出来的小右鸽 刚才正说着它们开始去飞了 知道我要发飙了 昨天正说着它皮一大把那个杯子都摔了 刚才我放鸽子的时候看到它已经 下了一个蛋 给它拿出来 先叫它付甲蛋 等一下我们喂食的时候 去巡逻一下的鸽子窝 就这一窝 小白鸽你看又开始不服幼崽吧 小幼崽现在还是光屁股 实际上是最容易让小鸽子死的 看来已经把食物给它放进去了 我们到鸽室里面检查一下 你看这个 怎么还在那里打小幼崽 这个鸽子可坏了我发现 这个鸽子可坏了我发现 目前还没有啥事 看看 刚才那个鸽子上来打了一下 感觉到现在已经有一种 憔悴的感觉 目前幼崽还没有出现 不好的情况 好了本期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 再见